哇 所以如果我要買Focus要怎樣 這麼多選項 多到我已經搞不清楚誰是誰了 其實要買Focus選項多 我覺得一點都不難 直接射飛標 很簡單你就先去你家存摺看一下 存摺多你只上ST嘛 為什麼只上ST ST好玩在哪我跟你講 它的操控真的很棒 它雖然是前驅車沒錯 可是它過彎的時候 我為什麼說它會舉腳 第一個它的避震器行程短 再來就是阻尼夠Q 所以你在路面我們路面不是永遠都平的 有一些起伏的路面 甚至你在Trail Blade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超好玩 什麼是Trail Blade 就是它為了你在過彎的時候 帶一點煞車 然後隨著彎頂點 慢慢遞放煞車的力道 那這時候整台車的指向性會增加 在那個Moment的同時 你會發現它已經一輪舉腳 然後因為一輪舉腳的狀態下 某一輪的抓地力會減少 所以車尾會略為外滑 這個外滑呢 又會讓你Push到極限 等於你的指向性又再更提升 除了這些以外 它還有ELSD 就是電子防滑插速器 它可以調節左右的輪速差 大家聽不懂沒關係 你只要記得 它就是過彎很準的啦 你就整個拼過 而且一定要買手牌 為什麼 它有偏時點火 可是你買自排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買手牌你發動那一瞬間 你就聽到微管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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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時點火的感覺就更鮮明 你就會覺得你整個熱血 然後賽車魂上升 對如果你們家的另一半是這種路線 好不好 操控魂路線 如果你是真的為了要養家 就是譬如說 我有個朋友 他老婆比較疑花 然後他 他們賺的錢 基本上都是老婆在花 他老公沒什麼錢買衣服 就是 春夏秋冬 基本上都是狼 藍上移 牛仔褲 然後戴個黑框眼鏡 就是很清潔吃家 錢都被他老婆拿走 那怎麼辦 你就是買Focus的ST-Line 一定要ST-Line 為什麼 它的外觀看起來跟ST差不多 而且呢 ST-Line 我覺得百萬元內科技等級最高 基本上Label 2的這些配備 很精準很好用 再來就是1.5的三缸渦輪引擎 也很有科技 省油省碎 再加上整體的操控不錯 所以你下賽道 其實它跟實際的ST的差距 並沒有那麼大 我不認同你的說法 我建議你那個朋友就直接買 你說藍上衣 藍上衣 他就在前面 他老婆現在在一直說 叫我建議 不知道要建議 不是我建議 他買入門的 他們現在有超直型 有超直型 入門的大部分的安全科技都有 我那個朋友已經夠神了 他本來想買ST-Line 他老婆還叫他買超直型 有什麼不可以的 因為就是 這一點點錢 你什麼都有 我老婆會多一種高跟鞋 對 對像錢挪用 把錢挪到需要的地方 這樣比較實際 但如果你很喜歡 那個科技更滿檔的話 其實買頂規的也會很好 因為它燈很厲害 它燈會轉向好不好 那個在過外的時候 它燈是提前幫你看到 遠方的路了 所以這個是算蠻安全的 現在很多品牌的車子 都推出這樣子 智慧型頭燈 像前一陣子 大家去記者會都嚇一跳 就是Octavia 新的Octavia很帥 入門百萬有找 然後連頭燈也給你傳了 是聰明智慧的 幫你照看的 坦白講 我覺得Shikoda 這幾年經營的很好 但重點是產品力 就是它產品力會脫胎換骨 你不覺得你開Shikoda 當然在集團的策略 Audi當然品牌是比較頂尖 再來是Fossw 那接下來是Shikoda 然後還有包括像CR 那CR呢台灣沒賣 所以我們就不用講它 但你不覺得你把一台Shikoda 停在Audi旁邊 你不會覺得它在氣勢上 有絲毫的就是吊氣 因為品牌經營上面 讓年輕人是認同它的 認同它 而且基本上買歐洲車 說真的 你心裡的深處 你可以否認 但是在你心裡深處 你也會多一點點的優越感 因為我一台是營車 你可以看電影 電影說我們今天是營車 你就覺得很有名字 雖然我那個朋友 他已經開進口車 他趙母娘可能不會這樣覺得 不過事實上 那真的是的確人的心裡 的確是這樣會這樣覺得 對 那以Octavia的產品力呢 如果是說這種智慧頭燈的話 德哥 你會覺得這是很必須要的一個配備嗎 因為坦白講 現在晚上 就是晚上呢 這個氣候變遷嘛 有時候晚上會下暴雨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去山上 因為戶外郊遊 現在不能出國 你可能國旅越多 那你知道不是每個地方 台灣不是那麼多城鎮 不是每個都像台北市一樣燈火燈火 你可能會伸手不見母子 那這時候你隨著你的轉向的時候 它的光速調整 隨著你的車速 或是前面突然有東西倡促 它可以改變光型 某方面來講 注意在行程上來 嗨各位跨車小營家們 看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gWing跨車大贏家吧